新消息 郭仲亮和王文渊传出以175亿买下了一传媒 而在傍晚的时候 一传媒的老板黎智英 报了苹果日报等等旗下的媒体来和员工画别 员工们纷纷拿出工作证抢着要和黎智英来拍照 来和他签名 等于是最后的临别纪念 那么中视新闻也独家拍到黎智英告别员工离开了一传媒 等于宣告黎智英在台湾12年的媒体风云正式画下句点 背着一纸勤便背包 招牌三分头 一传媒老板黎智英15号一早8点钟就来到台湾 当时一传媒出售的消息还没曝光 16号下午他进到办公室和员工画别 蓝色外套底下穿的是格子衬衫 有员工抢着和他搭肩拍照 黎智英也没拒绝 甚至还有大批员工拿着识别证排长楼 希望他帮忙签名 随后晚上6点钟 中视新闻跟独家拍到 他和员工道别之后 坐着电梯离开一传媒大楼 画面中右边的他被员工簇拥着 许多人用手机摄影机要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这一连串动作似乎也证实了 香港交易所上午宣布的暂停交易 是因为一传媒就要撤出台湾 出资的人是前中信金副等市长 谷仲亮与台速集团总裁王文渊 两个人以155亿买下《苹果日报》及一周刊 以21元买下一电视 总价175亿送走黎智英 也为他跨海来台12年画下句点 实在有点园 无差点 negative 人